注意看这个钟馗血条比你朋友的脸皮都厚 面板属性那是夸张的不行 2万的血量你们是不是以为全都出了霸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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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物抗1000法抗600 你们以为这就完啦 我还有一个1000多滴血的魔女护盾 和1000多血的大招护盾 还有一个射罢控制才会触发的冰甲护盾 而这个冰甲护盾是受自身血量影响的 所以当钟馗的2万血量加上这几个护盾后 可以算出我们总共可以获得 20500的血量加527的护盾 总计25800滴血 这血条比我的脸都黑都厚 这还没完即使我们只有10的法强 但是一套要秒一个满血小碎比是轻而易举的 血量多双抗高还具备切息能力 超标真的是太超标了 而且你们绝对猜不到他和苏列的扛塔次数 注意看苏列这边是有被动的 而我们的钟馗在只有一条命的情况下 竟然之闭苏列少扛了两下 真就离了个大土 这时候可能就有人问了 钟馗在惩戒干嘛 那肯定是搞对面打野心态啊 你们看他急了他急了 但是急有用吗 先给他打一套 Oh my god 我的血量基本上没有变啊 你比隔壁的李师傅都刮 我直接反手给你拿一套小按摩 你也不用去取经了 直接送你上西天 说了这么久我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上出装名文 前期购买黄刀 鞋子选择急不直缺快速支援 然后接下来的出装就按照我这样的顺序来 不拖节奏不卡装备格子 后期鞋子可以换霸子 最后一件装备出布匠 然后是名文蓝色10个长生 绿色10个虚空 红色10个宿命